江会长 这位大德同修 大家祈祥阿弥陀佛 刚刚 这个车流量比较多 很抱歉 耽误了时间 那我们学佛常说 要不能出现执着点 因为我们本来课程 都是礼拜天早上 礼拜天早上 都是 提前一个小时出发 差不多半个多小时就到了 今天姻缘变了 礼拜天下午了 所以自己就执着了 应该要差不多五十 一个半小时前出发 就比较宽裕了 因为姻缘已经变了 礼拜天比较没有车子 礼拜六下午比较多车子 因为我们 马六甲是古城 礼拜六要来观光旅游的 会比较多一点 所以这个是 自己出现执着 没有马上调整 没有客观 看待姻缘了 姻缘它随时会有变 我们要随着姻缘去判断 我们上一次讲到 这个六合径 看到这个字 和 我们就很熟悉 家和万事心 那你要彼此恭敬 彼此尊重 才能和气 所以古代夫妻之间相处 都懂得要相敬如宾 不能因为太俗了 而不尊重 俗而无礼 没有尊重到 对方 你都不尊重 对方 每天还要见面 那不吵架才怪了 好 那老和尊也有讲过 你学了佛了 家庭反而略不合 你学错了 这句话要记住 花了那么多时间精力学佛 不能学错了 一定是往和的方向 所以 待人依六合 跟人相处 一定是用六合径的精神 假如今天有老师 有同参道友 跟你谈你们家里夫妻 家人的相处 他建议你的方法 骂你先生 你要不要听 他是老师 我要不要听 你要冷静 依法 不依人 不然你就是用情指了 这个老师 我认识他很久了 可是你还是用理智判断 依法 不能依人 我也遇过同修 看到我说 当时我还没有出家了 你们要看着我 不能看着旁边 有什么风吹草动 是考验我们的定工 你看你们 一下子看到旁边去 我幼小的心灵 就受到伤害 为什么 这个小朋友 比我还有魅力 所以什么时候 是修戒定会的时候 anytime anywhere 随时随地 道也者不可虚于理也 你修道 常常 你的心就不准心 那你的真心 常常就是 守不住了 功夫啊 一定是 没有间断的 功夫才练得成 好 那 我们 我当时候还没出家 就遇到同修 他看到我很高兴 因为可能以前 都是电视上看的 现在是 面对面 他很高兴 就说 蔡老师 你讲什么 我都相信 我说 你别害我 哇 你看听到 你讲什么都相信 哇 还是有点高兴 这叫八风一吹 就动了 你看人家 赞赞了 这个心一动 就偏了 这个大家有没有听过 苏东坡先生的故事 在打坐的时候 觉得自己状况不错 起手 天中天 天中天是佛 豪光照大天 八风吹不动 端坐紫经莲 他觉得他打坐很清静 体悟道的写成这个记子 就送给他的好朋友 佛印禅师 结果送过去 佛印禅师看完 给他写了一个字 送回去 叫屁 一个屁字 就给他回回去了 他一看很生气 就要找他理论 结果这个佛印禅师 就在山下就写了 两幅字 等着他 都不用见他了 八风吹不动 一屁打过江 给你回一个屁字 你就记成这样了 还说你八风吹不动 八风是立摔 立就是你很顺 顺立 很摔 运气不好的时候 毁 毁棒你的时候 欲 站在你的时候 称 称赞你的时候 击 讽刺击回你的时候 苦 遇到苦的境界的时候 乐 乐 乐境界的时候 就八 八风 心都要能安定 不动 这个叫八风吹不动 所以这个同学一说 我讲什么 他都信了 警觉性要高 这个战战一过来 一不小心就 头就开始晕了 我说你不要害我 我们还那么年轻 都还在修行 所以我讲的话 假如跟老阿尚不一样 跟经典不一样 你要提醒我 不然我们 这个年轻出来 红法 就在这个掌声 战畅中怎么样 堕落了 古来征战 几人回 最后都走不长久 苏东坡很有道德学问 八风都不能立得住了 更何况我们还年轻的时候 所以老阿尚说 你学了佛 家不和学错了 这是老阿尚叮咛我们的 所以我们所有的弟子们 不能忘了这一个法语 当然包含我们自己 跟亲戚朋友在谈话 面对人家家里面 夫妻 父子 兄弟 这些五轮的关系 有不合的时候 我们要劝和 不能劝人家理 不能建议 让人家更冲突了 那这个我们就造口业了 好 那 老阿尚讲到的 建和从解 这个是总纲领 就是建立共识 一 什么建立共识呢 不能说 依我的 你要听我的 家人一定不服气的 你当老板的 员工都得听我的 你看员工服不服气 包含在学校当老师的 跟小朋友说 你们都得听我的 学生不一定服气的 我们都听孔子的 佛陀的 他们是 彻底觉悟的圣人 我们可以以他们的 以经典的 那大家服气了 所以我们不能起一个念头 要人家听我的 那可能这个念头就是什么 控制 就是强势 我们就已经是烦恼心做主了 怎么可能 让人家 接受感受感动了 不可能 别人是我们的依报 一定随着我们的震报转 震报是我们的心 所以今天我要把事情处理好 最关键的在哪里 所以我要用对心 可是大家冷静 观察观察 我们一遇到事的时候 我们的重点都摆在哪 摆在谁谁谁不对 都摆在别人身上 没有摆在自己的心念上 这个叫着相 我们一着别人不对 我们会不会带着情绪 跟人家讲话 那你说带着情绪讲话 效果会好吗 你说我劝他 我为他好啊 他不听啊 看起来我们很有道理 人家不听啊 我们也记得老话上说的 行有不得 反求诸己 我劝他的时候啊 语气妥不妥 我劝他的时候 时机对不对 旁边还有很多人 我为他好 啪 就劝了 他很没面子 他可能会恼羞成怒啊 所以一件事情经过了 我们要反省啊 我有没有做得不妥的地方 所以我们的重点 要放在自己的心念的观照上 我的心念 都是用我们复习一下 我们前面上过的内容 不能还给老上是吧 我们要关照我们的心 要在什么心上 真诚 清静 平等 正觉 慈悲 我的心对了 我的言语 行为 不会错 因为我的言语行为 跟我的心分不开的 为什么古人说 心平气和 才能言 为什么要心平气和 才能讲话 不心平气和 都带着情绪讲话了 效果怎么会好呢 好 所以这个健和重结啊 是要一真理 一经典 家人也好 团体也好 才能夫妻啊 所以我们举的例子 清朝 康熙 康熙 庸 庸 庸 那么少人统治 几亿人的国度 还有一百多年的盛世 不简单 你看我们从历史里面学习 因为他们没有说 我是皇帝 听我的 把鲁士道的 这些专家 请来 讲给这些皇族 包含这些大臣听 我们都听孔子的 都听佛陀的 大家没话说了 所以我们当长辈 当父母 当老师 当领导 要让人家心服 口服 不能是 是福人 人家心不然 礼福人 你们配合一下 下一句呢 我看我下次来 不是讲 菩提心 讲第十规号 好像没有反应 礼福人 方无言 不能你处在高位了 你就比较强势了 连做好事都不能强势 我很对啊 那对 首先 你的态度要先对了 所以大家真正处理事 最重要的是什么 守好自己的念头 用真心去处理 那建和同解是原则了 接下来是细相 生和同住 人与人 住在一起了 我们讲过了 不杀 不道 不邪影 这是生三宴 不杀生 就是不恼害众生 大家住在一起 比方说在道场里面 生活习惯都不一样 我们要能包容别人 不恼害别人 不能因为我的习惯不好 搞得人家很不欢喜 以前在家里东放西放 东丢西丢 你到了道场不行啊 自观服有定位 你在团体道场里面 用完东西一定要归位 不然人家下一个人 就找不到了 都要在生活细节里面 替人想 不可以恼害别人 人这么去做了 他的心会不会越来越柔软 他都替人家在考虑了 不杀生 不偷照 不偷照 就是不语取 没有人家同意 不能拿人家的东西 进一步延伸 不占人家便宜 你看在团体里面 你都不占人家便宜 然后呢 比较辛苦的 你都 抢先去做 那你一定人缘很好 厕所我来 人家就欢喜了 你什么辛苦的 都推给别人 自己都挑轻松的 这个就占人家便宜 不协影 延伸就是 要守理 守分寸 对人家有 恭敬尊重 口和 无真 我们讲 不妄语 不两舌 不欺语 不恶恐 这个我们 上一节课 都有交流到 那大家 想一想 我们在家庭当中 容不容易 言语当中 闹不愉快 容易 好 我们经一世 要长一致 今天为什么 有点口角了 原因出在哪 这个礼拜 大家家里面 有没有稍微 有点叮叮当当 原因出在哪 我们找出来没有 我也不知道 反正就吵起来了 那代表我们 经过这件事之后 自己清楚 不清楚问题在哪 不知道 学佛 佛是什么 觉悟 在哪里觉悟 坐在那里 念阿弥陀佛 像一尊佛一样 的时候是觉 觉应该是什么 你面对一切 人事物 你是清楚明白的 这样才叫觉 你看这个人 看不清楚 然后让他 跟你合伙 最后 生意倒掉了 人家说 你学佛 怎么看人 都不会看 事情 经一世 长一致 不是经一世 越来越糊涂 都不知道 问题在哪 有一个同修 就跟我说 奇怪 我对一般的人 都不会发脾气 怎么就对我们家的人 我是在忍不了 他讲这句话的时候 这个现象多久了 可能好几年了 那一个学佛的人 怎么让 差不多同样的事情 一再发生 也不知道问题在哪 这个就不是绝了 会冲突是结果 原因一定是我们的心 出了问题 一切法从心想生 我今天有生意了 这个也是落实地质鬼 我以后地质鬼要多讲一点 心有疑 谁杂技 救人问 求缺义 一个小朋友 从小养成这个习惯好不好 他会主动跟人家请教 大家注意 地质鬼是一定要学 而且要赶快学 为什么 学如逆水行舟 不静则退 你哪一条不赶快学 他一定学到不对的 第一句 父母呼 应勿缓 你不教他 那他就慢慢 叫三次四次都不来 是不是 而且先入为主 你要赶快把对的交给他 他假如看其他的小朋友 都是这样 那很正常 我同学 都打电动玩具 我那天遇到一个八岁的孩子 我说你看看 你们班上 哪一两个是最喜欢玩电动玩具的 因为我想要问这个 让他去观察这一两个同学 他的成绩 他的德行怎么样 结果这个同学想了一会儿说 好像都很喜欢玩 哎呀 待机断掉 现在病毒多不多 新冠肺炎的病毒 是吧 有身体的病毒 还有什么 精神的病毒 大家觉得 精神的病毒厉害 还是身体的病毒厉害 都厉害 可是精神的病毒 可能影响一辈子 身体的病毒 可能中了三五天 把他缓过来 所以有时候 无形的影响更深远 这个不能不谨慎 他要早一天养成好习惯 不然他可能就学到不对的了 所以教育是不能拖的 比方他建立心有仪随杂技了 这是他求学问的态度了 他假如没有学呢 他就习惯了 不去请教 不去问 那他就打迷糊仗了 当然 我们要教小孩子地质规 最重要的是什么 自己的身教 我记得我在阿罗斯大的时候 有一次遇到一个孔子的后代 一位女士 差不多三十多岁而已 她呢 一看到地质规 很感动 她说我以前没有读过这本书 可是我读的时候 我读每一句 好像我小时候 家庭里面的情境 就会浮现起来 我们家的父母长辈 就是这么做的 所以孔子后代有家教 那大家想一想 一个孩子 这个长辈 都把地质规落实了 你说他学到没有 他每一天生活在里面 潜移默化 就学到了 好 这个 身教重要 而我们学佛是绝 那 我们从此刻开始 要保持绝照 关照自己的念头 关照自己 一言一行 有没有符合经典 这是我们这个功夫要自己下 身口一三叶 跟十善叶道 相不相应 那一般呢 为什么越亲的人 越容易发脾气呢 因为啊 我们心里面呢 有放了家人的过 所以他做哪一个动作 你又来了 我们很容易火就上来 我们对一般的人 你心里没有放他的过 你不容易起脾气 那进一步要思考了 家人对我们 这么照顾付出啊 我们应该放他的好 还是放他的不好 要有良心一点 要放什么 好的啦 付出那么多了 他有一点不对了 很容易就包容啊 因为你心里都放他的好啊 你很容易包容他了 这样才是 自爱 你心里面都放人家不好 那哪叫自爱啊 你不是在污染自己的心吗 一个不自爱的人 能不能爱人 你心里装了一堆垃圾了 可能一开口就在污染别人 都有可能了 所以都要放好的 OK 哇你都放好的哦 你要学普贤菩萨就不难了 你都放人家好的 你一定尊重人家的 礼敬诸佛 再来呢 你会称赞如来 哎呀 去年你给我讲那个话 谢谢你的提醒啊 都是称赞如来 哇你们家种的那个榴莲 真好吃啊 我当然不是给人家要榴莲 好 就是都记得人家的好 这个很重要 老儿上有时候啊 最傻的人 就是把别人的垃圾啊 放在自己 纯性纯善的心中 这样有傻吗 不要再说下去了 不能再傻了 我们学佛了 不干傻事了 要随顺自己性的 自爱 爱护自己 孩子看到我们都自爱 他们也懂得自爱 而且啊 我是分析给大家听 越亲的人容易起什么烦恼心 你是我太太 你是我儿子 你看那个 你是我的什么 就容易有什么 控制 要求 你希望他这样 他没有这样的时候 你火就上来了 所以老儿上有说 你看这个都老儿上常说的话 放下控制的念头 放下占有的念头 那个控制的念头 放下要求的念头 大家注意哦 人跟人之间会互相招感 当你要控制他的时候 他也会什么 他也要要求你 互相都是用习气在相处 你怎么没有这样啊 你也没有比我好啊 就这样了 所以古人留了两句话 各自则天清地凉 各相则天翻地覆 这两句话 我们要用心体会 你看一念之间 差别很大 遇到事情啊 都是 啊 我不对 各自者 天清地凉 这样讲有点抽象 for example 我举一个例子 比方说 今天你回家了 我之前是听过一个故事 印象很深的 有两对夫妻住对门 一对呢 非常和乐 从来不吵架 一对是小草天天有 大草三六九 有时候一两天没吵架 怎么没吵架 有点不习惯 所以养成习惯 很不好 坏的养成习惯就麻烦了 好的当然要养成习惯 那这个 常常吵的 他也不愿意啊 他只是忍不住啊 看人家相处这么好 看到没人的时候 赶快过来请教一下 不然不好意思 所以不好意思 是人的善根 有羞耻性 赶快来请教 结果呢 人家相处的 这个女主人 就跟她说了 你们家都是好人 我们家都是坏人 她一听 你们家都是坏人 这么和乐 我们家都是好人 每天吵 每天都讽刺我 她一看 她可能没有听懂 比方说 今天 我给我先生倒了一杯水 我先生走过去 不小心把他翻倒了 我先生马上说 对不起 把你的心意给糟蹋了 抱歉 这个太太说 不是不是 我没有放好 是我的错 两个人 都要去拿抹布来擦 来我擦了 我擦了 大家感受一下 这个家庭氛围怎么样 都在 觉得是我不对 我不对 好 可是在你们家 可能不一样了 你先生 把一杯水弄倒了 你说你走路不长眼睛 要喝自己 你猜猜说 你这个女人 连倒一杯水 都不会放进去一点 你还能干什么 把她吵起来了 都是自己对 别人错 都是好人 这叫各相责 天翻地 各自责 天清地凉 所以 佛法说 佛法叫内学 向内 不是向外指责 人家不对 向内反思 跟佛法 才能够相应了 所以 我们今天 家里会有 口角了 这是一个果相 他让我生气的 这句话 对不对 这叫 佛法的外行话 要内行 要内行一点 佛法是内学 不能说 他让我生气 是我们自己 定力不够 修养不够 不能把责任 推给境界了 所以六祖大师说 不是风动 也不是翻动 我们自己心动了 我们为什么会心动 就是因为 我们有控制要求 我们动气了 孔子在中庸里面 有一句话 正己 而不求于人 则无怨 就是我们 要求自己做好 正己 以身作者 但是不要求别人 人家一定不怨我们的 大家去感受感受 我们在指责别人的错 他为什么也不服气 因为我们还做得不够好 所以我们真的能做到 都是要求自己正己 而且不要求别人 那你们家 家人不会怨你 而且会很佩服你 所以这个不求于人 放下控制要求 放下控制要求 你就不会生 不会发脾气了 诸苦皆从 贪欲起 那个贪就有贪求了 就会生气了 因为求不到的时候就生气了 我们想不想 没有离苦啊 不要再生气了 好不好 你们这么喜欢生气啊 不喜欢哦 今天找到原因了 诸苦皆从 贪欲起 你只要不贪求了 哇 你 你从今以后可以过上 不生气的日子 我们不要好日子不过 老和上这些法语 真的治病的 中风禅师这些法语 也是治病的 所以诸位不能只是在 做三十戏念的时候 很恭敬专注 还要把三十戏念 这些教委 用在 你的主事带人 接入 你的受用就更大了 好 口和无争 下一个 发一个心 下一个决心 从今天开始不发脾气了 不然就火烧功德流 义和同月 这个义呢 不贪 不撑 不吃 月是喜悦啊 家庭氛围 为什么会喜悦啊 我们刚刚说的 你不贪求 不要求对方了 包含你不贪财了 你看另一半 家里有事了 你不等另一半开口 你主动去帮忙 哇 那另一半很感动啊 你看这种 夫妻的氛围好不好 很欢喜了 做得让人家很 心里很感动 这都是义和同月 财务清 怨了和生 我自己回想小时候啊 都是我父亲啊 主动去帮我母亲 他们家的这些兄弟姐妹 还有他们的小孩 都不是我母亲提出来的 大家想一想 提出来好不好开口啊 是吧 你看这体恤 另外一半体恤的 很细微 观察得很仔细 不得开口 主动去 他就不贪 不撑 你看 怒是蒙福 古人说怒是蒙福 一个人发脾气了 哇 一下子 全家的氛围凝固了 没人敢说话了 大家有没有这个印象 突然发脾气了 所有的人一句话也不敢坑 没人敢插话了 这样的家庭氛围啊 人身心会不会健康 不会啊 所以不撑 才能义和同月啊 不吃 不愚痴 不感情用事 不意气用事 而且啊 我们刚刚说了 身体的病毒厉害啊 精神的病毒厉不厉害 很厉害哦 请问 我们怎么抵御 现在外在的这些 精神污染 我们要靠我们自己 提升德行啊 提升免疫力啊 你不会被这些东西 污染才行啊 所以哦 不是拿到学位就好了哦 要不断学习哦 提升自己的德行跟智慧哦 你不提升你的定力哦 会被诈骗集团骗了哦 是不是 哇 现在 你也不可能让诈骗集团 一下子都消失掉了 大家知不知道 诈骗集团 原因出在哪 为什么现在变那么多人 那么会骗人 当然失教啦 而且你注意哦 那诈骗集团的人 有手有脚哦 学历也很高哦 为什么他要干这个 跟大家说啊 跟信用卡有关系啊 因为他花习惯 他很奢侈 可是他忍不住要花钱 怎么办 挺而走险 哦 这个不是我分析的 我没有那么高智慧啊 辅佐齐桓公 五霸诸侯的 一筐天下 管众 这个是治国 你用在 治家也是一样 哎 你孩子为什么骗你 他花钱花得很厉害啦 他会给你骗哦 或者给你偷哦 他奢侈了 你看一个孩子很节俭呢 哦 他建立很好的观念 不乱吃零食啦 他没用什么钱啊 人 奢侈啊 想享受的时候 想空想胖啊 所以管众说 国耻 一个国家很奢侈的 则用费 那家花费非常凶 用费则 民贫 人没钱啦 哇 你看 这些人花钱花得很凶啦 哇 信用卡都刷爆了 信用卡好几张 所以啊 那大学生都还没开始赚钱呢 就在刷好几张卡 你说养成这个习惯怎么办 民贫则兼自身 他很想花钱 很想享受 可是他又没钱的时候 兼自身 这些兼巧的思想起来 兼自身则邪巧作 诈骗就是邪巧 哇 你看整个风气啊 会慢慢延伸出 这些犯罪行为出来 所以古人厉害啊 就跟中医一样啊 都是治未病啊 防围杜鉴啊 现在病得很重啦 你只能先症状压住啊 然后还要根本去解决 就要靠教育了 得有伤 疑亲修 他犯罪啦 他假如懂得不能羞辱父母啊 他就不会这么做了 好 所以一个家庭啊 不能只想着赚钱 不能只想着孩子的学历而已 更重要的要提升德行跟智慧 不然他没有办法 应对 现在跟未来的社会了 那一个人的定力要怎么培养 不然 一发来 冒充你儿子 发了短信来 妈 赶快 我现在什么情况 你赶快会五千来 哇 你马上着急了 五千汇过去了 结果 你儿子刚好走进门来 啊 五千块没了 这个定力很重要 人随时要让心安定 你不可能是 突然有一个事来 你才在那里练定 讲话 心要安定 凡道志 重且书 物极极 不能着急 假话快的人一定着急 一切法从 心想身 走路 不从容 走路能不能走很快 这样会影响你的心 我们有没有常常去撞到东西 那一定是着急 宽转弯 无处人 包含吃饭不要再快 一切严动 一言一动啊 培养安定 都要安详 十差九错啊 出了什么差错 都是什么 只为慌张 因为心先急了 所以才出那个错 心不急就不会出那个问题了 好 所以遇到什么事 要定 不要慌张 我现在觉得没有手 没有 没有电话挺好的 没有人给我发这个 诈骗 这些信息 再来呢 刚刚这个是 义同乐 你看 学而实习之 不义悦乎 都有学习的快乐 成长的喜悦 一个人越来越有智慧了 是不是 心情很好 处理事情 得心应手 你们家一起学佛 一起学传统话 互相分享 体悟心得 这种家庭氛围 很好 那你们家一谈话呢 就该法会了 对啊 大家都在学嘛 像 这个我们 这个家里面呢 孩子也是在外面 但是回来了 大家都学佛 都是讨论佛法 好 当然 你们家里假如不讨论佛法 你不能硬凹过来 家里在谈话 现在都不要谈这个 其他的事了 就谈佛法 这个叫强势了 要怎么样 顺着人家谈的内容 把他拉回来 拉回来 觉悟 拉回来 做人做事 拉回来 启发每一个人 这叫顺势而为 不能强势 操作别人讲话 你顺着聊聊聊 你就可以关心他 我跟大家保证啊 一个人现在不学佛 不学传统文化 你说他没烦恼 I can't believe it 我不相信 我真的不相信 现在是面对的 情境那么多啊 我的观察 现在 每个人 心有千千结 家庭呢 家家有本难念的经 我们台湾话说 唱的歌 心疏 哪不 说出来 所以你只要关心 你真诚关心了 可能他心里的一些事 就讲出来了 你就可以用觉悟的佛法 去帮助他 你说大家亲戚朋友 这么有缘 聊聊聊 都聊一些不是很重要的事 时间就浪费了 缘分也 过去了 多可惜啊 好 所以家庭里面 要共同成长 然后都有成长的喜悦 再来立合同军 这第六条了 在佛门里面 叫一波千家饭 因为这出家人出去脱波回来 放在一起 不是说 你刚好拖到一个有钱人 今天吃的是 树肉骨茶 好香 自己在那里面 自己在那里头都吃掉 就佛门 不是这样的 通通放出来 是吧 一起吃 一波千家饭 立合同军 我把他翻得白花一点 有福同享 有难同当 你这个立合同协 不能只有好的 真正有事的时候 大家一起扛起来 我给我的同仁 讲这句的时候 说我的钱就是你们的钱 你们听到这句 有没有很紧张 怕我下一句讲什么 我下一句是你们的钱 还是你们的钱 是不是 不能控制要求了 那为什么 我说我的钱就是你们的钱 因为我是出家人 出家人要化缘 十方来怎么样 十方去啊 我的同仁只要一心 为佛法为众生 我的钱当然是他的钱 我不给他我有罪过 都是用在利益大众上 那在这一点上 真的跟家庭的和合有关 真的是财务卿愿和合身 以我们家来讲 比方说爷爷奶奶 的事情办了 花了钱 我父亲从来不去跟我叔叔姑姑 说老爸有事了 来来来 每个人出多少 我父亲绝不干这种事情 他都是自己处理了 结果都是我叔叔姑姑 大哥你不可以这样 也要让我们表达表达心意 你看你越不计较钱 大家就 都是众意 轻利 其实你越重义越有福报 你越 只计较自己的利 心量越来越小 越没福报了 福田 靠心根 所以我们 带领团体的话 没有师兄 要 大公无私 要公平 你不公平 人心就 有怨 所以 明朝 正联 他们家族 超过一千人 我们现在想象一下 离我们也不是太久 几百年前 人家一千个人 可以和乐 我们现在三个人 就 和不来了 我们要生惭愧心 了解一下 到底人家是什么 自家的 当时候 明太祖 朱元璋 他一看 他们家超过一千个人 还能这么和乐 他也觉得 挺佩服 他就 派人去观察 给 正玄出了一个考题 皇上 赐了他两颗大水 你们家有一千多人 我看你怎么分 这个正联回到家 不慌不忙 交代下去 拿两个大水缸出来 装满水 一边一个 敲碎 那个离枝 剩下去了 每个人喝一碗 我们去感受一下 修行人 那种敏感度 感知力要越来越强 一千人 有没有关系近 跟关系远的 他自己的亲生儿子 静不静 还有 他姑妈的 外甥的什么 牵得很长的 通通是 同样一碗 你看这些比较远的 感动 比较静的 学到什么 不要湿 假如今天有好吃的 来来 赶快进来 这样就错了 你把你孩子 赶快进来 他学到什么 他学到以后也是 赶快进来 那他都是 他学到了 就只想自己的小孩 没有想老人 一个家一定是先想老人 这个家才会兴旺 吃东西 老人先 这个家要兴旺 对饮食 或饮食 或坐走 长者先 又者后 这个都是规矩 家里人 谁先坐 一定是爷爷奶奶先坐的 那个吃饭的饭桌上 一定是老人先上座 我们都是去叫老人回来的 所以教育在哪 在生活的这些细节 在饭桌上 这个顺序不能乱 乱了就颠倒了 所以现在孝子孝子倒了 以前孝子叫孝顺 父母叫孝子 现在变成孝顺 儿子叫孝子 不能倒啊 所以孝子说 天下有五不祥 第一个不祥 损人 损害别人 要求利益自己 深之不祥 其实这个是 这个 小人冤枉做小人 你去损害别人 你能得利益 你折了自己的福报 深之不祥 弃劳取幼 把老人放一边 只想着小孩了 家之不祥 团体国家 你用 这个 惨媚巴结的 好的臣子你不用 事贤 认不孝 国子不祥 老的不骄 下一代不学 幼者不学 孝子不祥 社会风俗越来越不好 圣人福利 圣人的教诲 没人学了 愚者善权 错误的思想观念 反而很多人学 天下之不祥 你看现在天下人都学什么 享乐 功利 从幼儿园就开始学功利了 那你不把下一代都教坏了 天下是不祥 所以我们要吉祥 要和乐 孔子这些话 提醒我们 百善效为先 这个利益一定是先给老人的 然后呢 大公无私 所以这个正联 这个例子 很有味道 那我们感受感受 今天在团体里面 我们假如偏心了 合不合 跟你过去生缘比较好的 你就用他 他要有那个才能 你才能用他 不然你会害得适 你讨厌他 过去生跟你缘不好 可是他讲的话 很有道理 你都不接受 人家就心凉了 我以前经历过 真的很正直的人 劝领导 领导 面子 过不去了 不高兴了 结果搞到最后 团体变两派 一派 领导了 一派 拥护这个正直的人 你搞到这样 对团体不好 领导者 领导者 这个立合同君 公平 非常重要 好 所以这是 我们储重 接着老上进一步开解了 六合径 我们储重 我们储重必须要遵守的六个原则 如果离开这六条 纵然是很多出家人住在一起 也不叫做生团 因为有名无始 只是一个普通的团体 不可以称之为生团 所以我们念三归一 自归生 当愿众生 同理大众 同理大众就是很和和 一切无碍 这样才叫生团 所以生团是决定修六合径 进一步 跟大家有关系 你一个家庭 一家四个人 都依照佛的教诲 修这六条 你的家庭就是道场 你这个家庭就是生团 凡是生团 一定得诸佛护念 隆天善神 护法神保佑 我念到这里 你们眼睛怎么没有发亮 这个我要 你只要把这六条做到就行了 这六条做不到 你家里共一百尊 伟陀菩萨 共一千尊伟陀菩萨 没有一个伟陀菩萨 真的保佑你 护法善神是依法不依人的 不是讲人情 你给他送榴莲 他就保护你 不是这样的 你行政 行政 你没有供护法神 护法神也不离开你 你做到了 他就相应 他就护你的 不是说 共 他就有 不共 他就没有 不是这个形式 是实质上 我们有没有 依教奉行 修六和静 那用什么共 用我们的心去共 用我们的行为去共 这个共是 依教奉行 所以普贤行愿品里面讲 什么叫广修共养 排在第一 叫如说修行 共养 佛教诲我们了 我们去做了 这是对佛最好的共养 我们怎么回报老和尚 依教奉行 这是他老人家最高兴的事情 所以用我们的真心去共 用我们依教奉行的行为去共 不是形象 共一尊 像每天香花水果去供养 都没有依教奉行 那是什么 香花水果是贿赂 巴结 护法神不接受巴结 不接受贿赂 这开解得很精辟 所以我们用真心 用菩萨行去供养 好 这个是六合经 再来第三个科目 因为我们前面先讲了 五个星 是菩提星 菩提星不能只是说说而已 有什么具体的行为 心形一如 一个人有报恩的心 会不会什么动作都没有 他一定会有报恩的行为 一个人有慈悲心 结果 眼前一个人跌倒了 他如如不动 那他有慈悲心吗 这不对了 心形是一如的 那具体我们的真心 展现在哪 三福 我们前面讲过了 教养父母 奉仕师师长 他的真心遇到这些缘会起作用 慈心不杀 对人慈悲 修实善业 三福六合 我们刚刚探讨完了 真心一定会落实六合 三学 第三个科目 三学 戒定会三学 这是佛法教学的总纲领 我们决定不能违背 符合戒定会的是正法 不符合戒定会的写法 比方 好多 这个上课 收费很高的人 这个我们二十多年前 见了不少 都是教人家 我怎么成功的 教人家修行的 但是男女关系很乱 这个绝对是写的 一定所语戒 所戒的 那才是正的 戒定会三学 才是正的 好 这是佛法教学的总纲领 我们决定不能违背 戒学 是如法 这戒是佛的行为 佛真心流出来 行为是戒 五戒 我们都能持好 如理如法 是属于戒学 定学 是亲近平等 我们感觉一下 一个人有染污的时候 心定不定得了 一个人不平等 有傲慢 高下心的时候 定不定得了 哇 你看人那个傲慢心 一起来 瞧不起人了 会学呢 是真诚慈悲 所以有性有相 有事有理 性就是心 心会表现在 你的相 你的行为上 事跟理 也是不恶的 你有理静的这个心 你做出来的事就是 至官府有定位 尊重公家的物品 事跟我们的理体 这个心是分不开的 就好像 我们讲到普贤行 理静诸佛 这是理 是吧 表现在事 对人尊重 对负责的事尊重 对 水啊 电啊 资源 不浪费 所以 理静诸佛 有理 有事 事项就会 落实在这些 生活点滴 所以 有事 有理 表现在事项上 就是事尊 教给我们的 这五个科目 真心啊 就会 展现在这 五个科目上 在日常生活当中啊 必须遵守的原则 这又进一步啊 讲第四个科目了 就是六度 三福六合三玄 刚刚是界定会三玄 六度 这是 日常生活啊 必须遵守的原则 决定不可以违背的 学菩萨 佛给菩萨的守则啊 有六条 所以我们学大臣佛法 是要行菩萨道 佛 将这个菩萨万恨 万恨就是一切行为 整理成六个纲领 这样我们好 来受持 来 立行 纲举啊 目就张了 这六条是 布施 持戒 忍入 精进 禅定 波勒 我们有没有做到 那这个要我们自己来检查 布施呢 是放下 你要施给别人 首先贪心要放下 所以这个六度啊 首先度自己 布施 是度我们的 千贪 贪心 所以能放下 能布施出去 般若呢 是看破 般若是有智慧的 看到 人事物明明白白了 不糊涂了 所以般若是看破 所以布施是放下什么 布施是放下 千参 持戒是放下 恶业 修行的功夫啊 是放下 我们学了十年 二十年 这贪心 都不放 那也不得力了 持戒我们就不造恶 放下恶业 心里头没有贪心 对于事出事法 事间法 没有贪心 没有签定心 自己有的 肯帮助别人 毫无保留的 帮助别人 我们听到这一句 毫无保留 要不要做 我再考虑考虑 我们修行 是为了出六道轮回 我们那个我 要越来越淡 我们常常想我 这个六道轮回要出去 不好出去 而且我们要知道 财富从哪里来 财富从哪里来 得财富啊 我们相信真理啊 越失越多啊 老和尚给我们表演啊 通通是无求的 帮助众生 修行 甚至哪边有灾难 也可以 也不失去帮忙 结果他老人家得到什么 财富自在了 平常不需要 生理也没负担 现在假如给我放 一万马币在口袋 我刷在蛋 就很恐怕 你看不需要的时候 都没有负担 需要多少来多少 这个财富就自在了 老和尚真的有做到 要帮助人家 他起了这个念头 去银行看看 有可以 好 这个 我们明白那个理啊 你就肯去做 对自己有帮助啊 放下 把这个我 放得越淡 当然 落实这一条 不是激动 今天一看 毫无保留 你回去拿着 银行户口全部捐出去 你太太尖叫 那是太冲动了 要理智了 为什么 你还有家庭啊 家庭要净道义 这个不是施 那是你的本分 所以你布施 不能布施到全家 恐惧的不得了 那你就太过了 那你都没有顾及到 家人的心了 你也要考虑家庭经济要 稳定 然后你有 多余的 我们肯去布施 这个你也在带动 你的下一代 有爱心去帮助别人 人要有福报啊 就是心要能 知恩报恩 恩田 要能怜悯苍生 这悲田 还有呢 敬田 恭敬 人事物 他都糟蹋水啊 糟蹋店啊 糟蹋食物 他怎么会有福气 所以我们 明白这些道理啊 然后不能冲动 韩馆长那时候 有同修捐款 这个捐的数额 比较大一点啊 人家韩馆长 问他 你先生知不知道 都是替人家想啊 不能人家捐很多 哇太好了 太好了 啊 那就不是佛法了 要替人家考虑 这个才是佛法了 慈悲为本 所以 做什么事啊 我们学佛了 不能激动 是要很冷静 考虑周到 我有财务 用财务帮助别人 我有能力 用能力帮助别人 我有智慧 用智慧帮助别人 样样帮助别人 今天讲的是为人民福 为社会福 为一切众生福 这个叫不是 断除一切恶业 这个叫慈戒 好 今天有一个问题 我们后面时间 回答这个问题 那个 六度很重要 我们下一节课 再继续来 探讨 那当然大家 可以多看到 这两个小时的专题 这些六度普贤识愿 都讲解得非常仔细 我们明白了 就知道怎么去落实 好 那问题提到 我有一个 南海 今年十二岁 心地善良 从小学佛吃树 连蚂蚁都不忍心伤害 这样孩子少造很多业人 像我 小时候不懂 乱抓这些金龟虫 伤害他们 结果就从树上掉下来 结果就被玻璃给刺伤了 你看 幸好没有刺到血管 可能是祖上有保佑 佛菩萨有保佑 给我提醒提醒 不能再这么干 所以孩子越小学越好 少造很多业 那近日呢 在学校给同学欺负 对方 尽动手打了我儿子 我一气之下 找到校长办公室理论 校长态度冷漠 让我很失望 就其原因 对方是个有问题的孩子 没有父母管教 在学校已是黑名单学生 校方也很无奈 恳请法师 开示 默学该如何引导孩子 自我保护 是该远离 还是缓解 由于孩子从小学地之规 在佛学班成长 去到华小后 孩子觉得善良 是会被欺负的 就算念佛啊 也会被同学打 好 那这个情况啊 我们 佛门将 佛杀式的 来处理啊 事情 这四个原则啊 你任何事都用得上 这是原则 好 包含我们刚刚 说忍路 这个六度 这个也都是处理事的原则 好 那现在 遇到这个事了 首先呢 我们自己的心要用对 这个事才会往好的方向发展 是吧 所以处理事啊 不是我们的注意力都 跑到境界上的人 逝去了 要拉回来 根本是我的心 谁这个缘 妙用 妙在哪 妙在我不要用情绪去处理这一件事情 这里有提到了 是该远离 还是该缓击 那佛门有说 冤冤相报 没完 没了啊 这个要冷静了 不能是 感这个这个 情绪去处理它了 而且我们在处理事的时候啊 我们护好自己的心念 同时 用在自身 借由这件事 我的德行有没有提升 借由这件事 我的孩子 有没有学到怎么做人做事 而你用对心的时候 甚至于是 这个孩子 也会可能被你启发了 或者这个孩子的父母 或者他的家庭 也会因为这件事 因为你是真心去处理的 他们也会被你感动 所以为什么 老和尚有写了 四句话 事事是好事 你只要心用对了 事事是好事 好 那 这个可能 原则上是这样 因为具体可能 那个情境啊 你就要看实际的情况 去应对了 你比方说 这个 对方 打了儿子 那到底他们发生的是 什么情况 你可以救世啊 去论事情 那能包容 我们可以包容 他不对 你包容 你不跟他对立 而且呢 你还关心他 还有试设法 送他点东西 因为我们在任何境界 我们还是不怀疑 人之初 信本善 他不对 你不跟他计较 你还关心他 还对他好 他可能就不好意思了 其实 有问题的孩子 我们 从另外一个角度看 可恶之人 必有什么 可怜之处 他就是家庭情况 不理想 所有孩子 行为有问题 都是缺爱 都是缺爱 所以我们 跟他有这个缘 我们还是爱护他 有可能他的善根 会因为这样起来了 那做最坏的打算 假如我们都尽力了 我们也很好的 可以跟老师沟通 老师也是为了孩子 好 我们 大家有共识 怎么样 来帮助这个孩子 你也带着 你的孩子 来帮助这个孩子 其实说实在的 我们想一想 我们的孩子 以后出社会 会不会遇到 这些逆境 恶元 会不会遇到 那请问 什么时候教他 越小教越好啊 所以不管任何事情 我又一次爬山 我遇到十几只狗 突然冲出来了 怎么办 你越跑 他越追你了 我当时 闭上眼睛 观音菩萨 观音菩萨 结果狗叫声就没了 他们就走了 真 广大灵感 观音菩萨 我为什么闭上眼睛呢 因为我这样 比较能专注 念观音菩萨 我继续看着狗 我怕我念不好了 好 那我们尽了力了 假如真的这个孩子 还是会伤害你的儿子 那校方 我们该沟通都沟通了 还是不行 那这个时候你转学 有必要转学 还是要转 我们佛法的教理 我们懂得去落实 但是也要看实际的事情 客观情况 是吧 不然到时候 那个情况 你静心了 但是这个恶业 可能太 过去的恶元太大了 然后你家里的人说 你怎么还不处理 到时候怪到你头上来了 那这样 我们就有点 直理废的事了 都还是要看着办 大臣佛法 我学我用 好 今天跟大家先交流到这里 谢谢大家 阿弥陀佛 谢谢大家